這個叫什麼 吸色片啦 吸色片 對 我真的覺得好用到爆炸 衣服不用再分顏色 然後我就直接 丟進去裡面 它就 欸 其實我應該把那個 我們染完那個 再吸到這個布上面的顏色 帶來給大家看 其實滿療癒的耶 它就會把所有的那些 有禮的顏色色素的分子 通通都那個 吸附在上面 所以你的衣服就會 不會掉色 也不會染到別的衣物的顏色 所以它其實真的滿方便 它就用這個先把白色衣服裡面的髒污 吸出來之後 讓它直接吸去吸色片上面 直接就是一整套給它 什麼什麼什麼意思 其實它 因為我們就是平常洗衣服不是會 就是顏色會分白深色淺色啊什麼的 它就不管全部丟進去 然後再加上這個跟那個 一起嗎 一起 所以這個這樣擺定 它就會把白色衣服 更白 顏色給它吸出來之後 因為本來不是很擔心 可能沾到其他臉 不用就直接吸去吸色片裡面 天啊 那我 我回去要試耶 就是你洗白色衣服 都覺得怎麼樣洗不乾淨的人 它就是可以讓你的白色衣服 就是把它洗 你的顏色更白 更亮 對 那我回去就要照剛剛小編講的 就是 我可以把這個酵素亮白定 然後就是 丟進去 然後再加這個 吸色片 我那個時候其實拿到這個 我那個 我那時候拿到這個產品 我也是這樣用耶 難怪衣服那麼白 真的 你就是兩個一起丟嗎 我兩個一起丟 我那時候也是兩個一起丟 一個是把衣服裡面的顏色 吸出來 另外一個是把 不應該在水裡面的顏色 吸進去 嗯 對啊 它其實就是一個連貫的牛車 對啊 所以呢 這大家可以combo加成的做使用 就是這個 吸色片 還有這一個 其實因為我家也是都是白色衣服比較多 所以其實如果你今天有別的牛仔褲 我帶過毛巾 或者是一些染到一些別的衣服的顏色 或是麻布料啊 什麼的 其實就 非常適合用吸色片 因為 有時候白色衣服啊 你覺得它很乾淨 可是你在某個光線下 你就會覺得它 有一層 奇怪的顏色 而且有的是衣領這邊一圈黃 對 就是它就很適合 就是用這些產品 然後讓它不會沾染到其他的顏色在上面 所以這真的是在洗衣服上面 我很推薦給大家